中文字幕唷 안녕 我是Mira Merry Christmas 今天是聖誕節 最後一天的Vlogmas Day 25 今天我要做的 我想做了很久 我想做了两个月的时候 十月头我就剪了头发 其实我剪头发的原因是因为头发太伤 我本身是想薄发的 但是既然薄发之前不如试一下短发吧 所以我就剪了这个短发 维持了两个月之后 我觉得我真的需要薄 因为我自己还是看不惯的 虽然我看到很多留言都说 觉得我短发好看一点 或者瘦一点 但是我自己都是喜欢长发的 所以我现在就要去薄发了 因为我认识这个美容院的院长 然后她今天可以有时间帮我弄 所以现在就出发 好就是这里了 Pure Beauty 给大家看一下我最后一面 短头发的样子 现在要薄回长期真的有点不舍得 今天就会在这个空间里做了 很紧张啊 是我认真第一次薄发的 各位 我稍后会薄20寸 但其实我不知道会去到哪里 因为会在根部里开始薄的 这里?然后再修剪? 就是会跟我这样连透的长度 应该是差不多的 有色和脸色的 啊 我柔和白色不太漂亮 对了 我现在要剪头发了 今天除了我之外 是没有其他客人的了 今天就给了我今天这个时间 我现在正在剪 是因为薄发的时候 要剪一些层次才可以令到 头发剥得比较自然一点 这个就是我会薄的头发 很轻滑很顺滑 而且它的颜色真的跟 现在的差不多 怎样可以找到 真的一模一样的很神奇 那我今天就是这样做 算是highlight的感觉 因为本来头发上 这里是没有染过的 然后这一块呢 就是被我染坏了 但是我不可以再染色 所以呢 要找相同的颜色有点难的 所以我就只能是做了一些 渐变 尽量令整个头看上去是自然的 所以就要选这些 超浅色了 薄发的时候呢 需要这样拉斜 这个时候有点痛 但是它 弄完之后 即现在松了手之后 就不痛了 我让 death これで喉变 她的喉变 我躲在哈 把髮型的髮型的髮型 如果我做得更新的髮型 你做得好嗎? 剛才做得更新的髮型 按照一種髮型的髮型 你的髮型很好的髮型 最近有很多髮型的髮型 所以其實髮型是有些髮型的髮型 是不是很恐怖的髮型 或者是髮型的髮型 如果有很多髮型的髮型 我便介紹很多剪髮 我只要有很多顏色 就是我多做的顏色 但是我多做一種顏色的顏色 我多做很多顏色 我會想要做到自己的顏色 因為在自己的髮型中 我會想要做的顏色 我會想要好色 現在重要的顏色 你現在出場過了嗎? 我真的有10個郎 我從來給你出場 hard i am so the so i won't go with the real truly one thing that is the one thing i feel like the regular as it's true like i will say i don't go well i love your well what i'm saying they always have to be the only one thing that we should i think the other thing we're doing is to buy 似手 似手 或者摄弦的剪刀 也不拍了 太多照一份 好好的 我不要 真的 可以 有时候 但是很迫 我认为你做的发展时 你会做的发展 会有个人的发展吗? 对吧 有点艾术的发展 像是一个人的发展 你会做的发展 我认为我喜欢的发展 我喜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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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电影的发展 我认为你会做的发展 在一起,讓整理好製作的髮rem 我現在也有兩個部分 但我覺得有點難保 我再度想穿了 但我剛剛不是說 由於是當作我們不相比 但如果說散碼 我對他的髮 easiest 這部分是選擇的 可能有她的會 但剛剛的動作 我跟舞家的人 有些類型的 style 我真的有趣 我滿意有趣 她很快樂 但我會說 她有趣的東西 有一層美容師 あ我只是航利就是通常的知名 一位跟村一起訓練 都是弟治雅跟中心事 除了一位前家有限 negativity 请您感谢更加人家的恐慕哦 无论感兴趣的... 你不想像一个人的好人 如果要找一个人的旅客 感兴趣客的官员呢 您能看到一人就要买家 如果交易的公司在空间 一人大小时 看到外公司的朋友 我可以做到自己的空間 可以做出一些 你覺得是因為疫情的原因嗎? 我可能不可能會有感到 但是我會有少許多人的工具 在場內也有車的服務 我會不會洗衣服 但是我會洗衣服時 我會洗衣服時 我會洗衣服 我會洗衣服時 不及避免,不及避免 避免避免避免 如果疫情結束後 就要做漂亮的風格 我會漂亮 好了,現在整個頭 立刻衝來新世界買冰面的禮物 我想了很久買什麼 然後剛才有跟美容紙店聊天 然後他們說 他們提議買,可能身體化妝 身體化妝 然後一些脈 所以現在就來看 買了Bendy 我要下去啊 不夠時間,我還沒剪完影片 各位 我今天在剪平安爺的影片 因為今天是25日 因為平日Komi其實真的對我很好 然後他有很多東西都很照顧我 也都很常人送東西給我的 所以我就想一次過這麼多謝他的心意 Somi本身也要帶開一個Fendi的建築 是鴉子的 所以呢 他可以這樣搭一隻 在家中身上 會不會很長的 很長的 我看看 你是哪有什麼 我看你了嗎 我看你什麼 然後我看你沒有很長的 什麼事 我看你了 什麼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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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不敢穿過 我看你 Nada 就是好 請你 actionable ride exploring 我的天 how до конца 才想到这才 我们今天もไม่見过 悉悉… 悉悉 离开 这个月 已经获得到 introduced 就是 又 也于 紺 我已經出了影片了 大家請多多支持 24號啦 冰冷有點不捨 但我現在太肚子了 我現在沒有時間和大家看我的頭髮 我不管 我想吃湯花 很肚子 今天好像沒吃東西 太開心了 我終於可以正常常常常常常常睡覺 好 轉人用足弟 出完影片 吃完飯 然後跟大家看清楚一點 我的薄花 麵愛廳 進了房間就是 白光來的 我自己其實說真的 我還沒看慣這個頭髮 而且我覺得螢幕上看 我真人是有點色差的 這次是我第一次薄髮 我覺得體驗也不錯 我薄了兩隻白金色 還有這一隻 這一隻都像我本身的真頭髮 我也覺得它挺厲害 可以找到這麼相似的顏色 因為其實我這一些真頭髮 真的傷到不得了 做之前都很擔心 幸好我覺得上算自然 可能有人會覺得 為什麼我頭頂那麼黑 然後下面要那麼金 就是因為 為了配合我本身的頭髮 因為我本身這一部分的頭髮 其實都很淺色 如果我全部薄這一隻 就覺得由這裡到髮尾 全部都是同一隻顏色 變成像布甸長了那麼長 我自己其實是想 頭髮一點點 所以我想有highlight的效果 我就給了照片看這隻顏色 然後發現師最後決定 是幫我 加多點這個白色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我的頭 基本上 白色是會多過 啡色的 看的時候就覺得 是故意這樣做 就不是把布甸長出來這樣 所以這次我的頭其實真的很難做 Touchwood 都被他們搞定了 然後我薄了四層 然後每一層好像有 我忘記說多少條 但我現在髮量超多 我現在紮起來 超多 大家看到嗎?很誇張 一個拳 我也是這樣 頭髮也超多 頭髮後是好事 我本身頭髮都多 會比較容易好造造型 但她薄的時候 她有跟我說 她故意留在最近頸的位置 那些頭髮是沒有薄到的 頸經常會動動的 那如果薄這個位置的話 就會經常拉扯 我會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她就留空了這個位置 但這個位置其實 因為如果我弄弯的時候 完全不覺得 然後她說 其實管理也不算難的 洗頭的時候 可能有些人會這樣 掉轉頭這樣洗的 千萬不要這樣做 因為她這樣薄髮 如果你掉轉頭去洗 她就會打卡 然後就很麻煩 所以就要順著這樣 一天用頭皮洗頭水 一天就這樣用頭髮的洗頭水 而且她叫我要用那些 大扁的梳 整天梳頭 就不要梳到頭皮 但她說 其實這些都很實的 普通的拉斜是不會掉 但因為始終 這些全部都是真頭髮來的 那真頭髮就自然會有斷落的現象 這個是正常 本身再長一點 她剛剛幫我修剪了 所以現在就過空 這個位置 後面是倒腰 其實我一年前 頭髮都好像是倒腰 但就沒有那麼厚 在前面看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多 不過我覺得 多多少少都有點不舒服 因為她是摘著你的頭髮 例如我現在這樣向後靠 我都會感覺到摘頭髮的那個位 所以如果你躺在硬物上面 你的頭髮會是不舒服的 但如果你枕頭的話 枕頭就沒有什麼問題 但多多少少都會有拉斜 沒有得梳頭皮很爽的感覺 我都擔心自己可不可以忍受這個問題 忍幾個月 因為她說 通常就是三個月左右 就要重新retouch一次 然後大家應該最好奇的就是價錢 那這個呢 我這次去做的這個就是80萬won 其實是視乎你用什麼顏色和長度 那你可能長一點或者是特殊顏色的話 那價錢就會高一點 那在韓國博法其實有分 只是博法的店舖 或者是美容室 那我剛才那間是美容室 那因為剛剛去那間美容室 他們服務範圍都挺廣 他們有做Wedding 有做K-pop Idol 演員和Model 所以都多人化 所以他們店舖都會有Stylish 是懂得做博法這件事的 但其實兩者沒有太差別 其實博法都要看那個師傅的手勢 而且他那些頭髮的來源好不好 那如果兩樣東西都沒有問題 其實是哪裏做都一樣的 呀~~~~~ 好開心啊 現在變回長頭髮 我都喜歡長頭髮多很多 雖然我看到很多留言 都覺得我短頭髮是好看的 但是我自己真的 兩個月都習慣不到這件事 因為博法都是我2020的心願 所以我就決定在今年結束之前去做了它 但是就是一個vlog 跟大家分享我這個 完成了to do list的一個感覺 大家覺得我會回長頭髮如何 其實我自己都沒有試過這隻 2 tone 其實我本身是想做highlight 然後它變成了2 tone 不過反正三個月之後 我又要再拆過 然後再做了 所以三個月之後 就可以又轉造型 我希望三個月之後 這些會長一點 然後我可以剪掉它 對 對 不過今天就是最後一天的vlogmas了 忽然間有點不捨 因為好像25天裡面 都是跟大家一起過 我相信大家都很buy我的情感營消 大家明天看不到我的影片的話 應該都會覺得很挪暖 覺得哎呀 差那麼多東西 好想念MIRROR 希望我是這樣 都做了25天 但是這幾天呢 就是打算給自己休息 這25天到我來說 其實真的有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由我一開始就這樣做vlog到中間 我是每一條都很有內容 幾乎每天出去拍片剪片 拍片剪片 其實真的很長 我家裡超級亂 我的家務是完全用不到 衣服堆成了山 然後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 給了一個小小目標自己 挑戰不可能 但是又被你成功了 哇那個滿足感是大到呢 所以我昨天才突然間鬆開 跟杯麵在那裡喝酒 如果不是早幾天的話 我怎麼可能去喝酒 但我可能看到那天 我和三個朋友 搞這個聖夜派對的時候 我沒有喝酒 但其實我喝了一杯仔 還有我們是9點結束 因為其實那天的夜晚 我們走了去拍弘大 所以屋人不可以醉 醉了沒有說錯話 就會語無倫痴 所以那天 應該說整個月都很繃緊 昨天都算是久違的 久違的爽爽 韓國人呢 其實譬如做完一些大事 或者套完T 他們很喜歡吃三級菜 然後喝酒 我一直都不太明白 但是這個月呢 我明白了 當你做完一件事 然後很爽爽的喝酒 放鬆自己 是很棒的 這個月其實我自己有個感覺是 我認真生活 然後每一分每一秒 我都是沒有浪費到的 我覺得中間學到很多東西 充實自己 其實你慢慢就會變得有內涵 而有內涵呢 就可以出現更加多的自信心 整件事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所以我覺得 我以後 無論是對事或者對人都好 我都會很認真 如果是沒有試過的大家 希望大家都可以嘗試一下 你會覺得 世界 完全不同了 好啦 我要休息幾天了 我們在下一條影片再見 我們過了幾天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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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